睽違兩年半 國發會新發布的六月景氣燈號亮起了紅燈 包括了工業生產指數 批發零售以及餐飲業營業額 還有股價指數等等 這九項構成的項目當中有五項都是出現了紅燈 不過也掀起了網友的熱議 認為股市通常都是早一季反映 現在經濟過熱 股市可能要崩了 對此分析師認為 股市震盪期可能會比預期來得長 建議投資人盡其彩保守謹慎的心態 受惠半導體與伺服器需求熱絡 以及傳產外銷回穩 國發會公布六月景氣對策信號 燈號亮起了紅燈 綜合判斷分數為38分 創下兩年半以來的新高 下半年景氣可以樂觀期待 在評估了九項構成項目中 其中海關出口值 工業生產指數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等五項都是紅燈 外界後期下半年能不能蓄熱 有學者點出三點隱憂 包括地緣政治 AI科技發展 以及美國總統大選 美國經濟降息時間都是關鍵影響 專家也點出台股近期出現下跌回檔的趨勢 而且遲遲等不到反彈 也掀起股民警覺在網路論壇討論 網友點出景氣紅色燈號是否意味經濟過熱 而且股市通常都是早一季反映 更有投資者擔憂股市要崩了快逃命 還是提醒大家第三季其實才剛開始 你有出現所謂利多不漲的情形 在這個震盪期可能會比想像中稍微長一點點 那如果慢的話可能會到九月十月以後才會有比較正式落底的情況 現在是否能逢低加碼還是下車 專家建議資金控管需謹慎一點 建議持保守形態 這楊宗映葉林凡台北報導